嗨大家好我是便當 在節目開始之前我想要先跟大家更正一些事情 像是我一直把懷唐一條約念成唐華一條約 還有醫生George Martin 當然我也是念George Martin 對 那就這兩個地方想要跟大家澄清一下 那我的Medium Focus文章還有YouTube影片呢 這些也都會做確認還有更正 想要看更精實的內容可以到這些地方去看喔 那廢話不多說進入今天的節目吧 大家好我是很久沒有更新的便當 跟大家說聲對不起 因為就是最近忙非常多事情 前陣子又瘋狂的跑出去玩 根本就沒有什麼時間做影片 我最近在華翠的時候看到一個分享一個paper 它研究東亞的人類是如何遷移的 當中就有講到每一個地區每個國家基因組成是如何如何 那這時候就很有趣的 某些地方的人呢都非常堅稱說台灣的那個血緣啊 跟他們明明就是同一個的脈絡 同一個子孫的 所以大家都是一國的 那這邊paper呢就等於打臉了那群人啊 這就讓我想到一個有趣的問題 為什麼大家這麼在意人種的這種事情呢 這個問題呢 好像一定要牽扯到自己的祖先是不是同一個 才算說我們是不是同一個國家或同一個人那這樣子 以前我訪問過一個研究史學史的教授 大致上就是研究歷史是如何形成的這個學科 然後他就分享到 人種這個問題啊 以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流行喔 為什麼要很知道說 喔台灣的人種組成到底是什麼 我們身上有沒有什麼原住民哪一個協同的DNA呢 才算你是不是什麼台灣人這類的話題 那今天我就想要跟大家聊一聊 關於這個人種到底是從何而來這件事情 以及我前陣子去紐西蘭旅遊的時候呢 去參觀他們一些博物館 我覺得他們呈現的一些觀點可以帶給我們一些反省跟回饋 那也是因為說 紐西蘭的這些旅遊影片呢 我覺得好像很難找到一個世界的主題 剪給大家分享 純粹分享旅遊vlog好像又沒什麼意義 所以想要藉這個機會呢 跟大家順便聊一聊這件事情 那就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第一 人種研究的由來真的非常政治不正確 我先聲明我不是什麼研究生物人類學的專家 大部分都是我從網路上還有一些自己知道的基礎的知識 然後努力的整理給大家知道 如果有人知道更詳細或更深入的一些學說或研究 歡迎都在留言下面補充 首先人種這個概念呢 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可以說真的不存在 真的原因呢我會放到後面再仔細的說明 我們先來說說種族這件事情是怎麼來的 真正的開始把種族這件事情科學化的始祖大大呢 我們生物學都有學過的那位林奈 他在一本書叫《自然系統》裡面呢 把大自然的環境做一些簡單的分類 其中呢人類當然是包含在動物裡面的 不過他把人類分成了四種 Variety Variety要怎麼翻譯呢 我覺得就留給研究生物學的人來解釋 總之呢 他就是用Variety或者Subspecies被翻譯為亞種 這兩個名詞呢的概念 然後去簡單的幫人類去做一些類別的區分 那他怎麼分的呢 第一類呢就是歐洲白人 再來還有美洲的這種比較紅棕的人 再來還有我們亞洲的黃皮膚的人 還有非洲的就是黑皮膚的人 African Black 畢竟是科學家 所以他有不斷的去修正他對於這些分類的詳細的定義 更細部呢 比如說依照這些不同區域的地方 他們的衣服的習慣啊 他們的外貌有什麼特別的特徵啊 治理方式的形態 他都把它納入進這個系統裡面去做分類 後來衍生不是只有這四種而已 但大致上比較大的就是這四種 不過這邊有一點要非常注意的事情 林奈他並沒有把四種人類呢 作為什麼優劣之分 可是到了十九世紀的時候呢 種族主義跟了科學界就開始聯手 像是那個時候有個美國醫生叫做 Samuel George Martin 他開始蒐集非常大量的頭顱 他覺得說我只要測量頭顱的容量 我們就可以得知說什麼樣子的人種 他的智力誰比較優等 那想到頭最大的人就是西方人啊西方白人 當然今天角度來看一定都會覺得說他們的研究都非常扯 怎麼可能會把那個當科學呢 可是你要站在那個時候的角度去想 很多西方國家都是在不斷的殖民啊 不斷的去找新的地方啊 想辦法去榨取當地的資源等等的 所以他們一定需要建構出一個合理化的說法 那種族主義呢當然就是趁著這個時候非常好的發展 那科學界也能幫助這件事情 其實往往呢科學的發展其實都跟國家的力量脫離不了關聯的 那這邊插一個話題 我去紐西蘭或是去雪梨玩的時候呢 其實時常會逛到他們有一個Botanic Garden 中文就是翻譯成植物園 那這個植物園呢表面上看起來都是一個漂漂亮的花園可以給遊客參觀等等的 在過去很久以前他們還算是殖民地的那個年代 其實他不是單純的只為了服務當地移民 讓他們有個花園可以休憩而已 他都叫植物園其實他就是有一個研究的功用的 去研究說喔我佔領了這個新的殖民地呢 或甚至那個時候可能還沒有任何的國家去開發這個地方 所以就率先有一批科學家、植物學家等等的人 他們就去那個地方研究當地的植物 看能不能有些東西作為他們有經濟利用的價值 包含台灣其實我們也有植物園 就是大家可以注意的東西 科學家他們就支持白人比較優越的這個觀點呢 一直持續到20世紀都還存在 那我們就有聽過一個清末民書 法租界地區呢他們會掛一個牌子說 黃種人跟狗不取進入 過人就覺得非常的被羞辱 有受到西方科學的一些啟蒙的知識分子呢 他們開始瘋狂地去考古 就會覺得很奇怪啊為什麼要考古呢 像那時候的梁啟超啊 他就曾經有寫下這樣子的一段話 把白種人分為世界史的人種 然後其他種的人呢就分為非世界史的人種 他的意思是說啊世界史的人種 他們能把自己的歷史史觀還有文化強輸給其他的人種 那其他人種呢還做不到這件事情 所以就叫非世界史的人種 所以他認為說中國人如果要進步的話 那你一定要成為世界史的人種才可以 你要向西方看齊 現在我們看這句話可能會覺得沒頭沒尾的 我在說什麼 但是在那個年代 梁啟超寫下的這個年代是五四運動發展之前 那個時候其實根本還沒有一個關於中國通史的這個概念 那梁啟超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想辦法建構出一個中國史的概念 所以上古史也就是說史前史的這些東西呢 也都必須納入進去 所以他們就開始瘋狂地考古 像是我們都聽說過的台大教授傅思年呢 他當年也是新型考古的之一 他就有寫說中國便求於中央及西方亞西亞彩色淘氣 有親屬關係的中國彩色淘氣之分布 承認是一件絕重大的考古工作 然而中國史前及史源時代之考古 不只是這麼一個重大問題 若以這個問題為第一中心 則仿佛覺得先前二三千年間 中土文化之步步驚險只是西方亞洲文化之波浪所及 此土自身若不成一個份子 好講那麼的文言文呢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說啊 我挖掘到了考古的證據呢 感覺可以證明說啊 文化是從西方那個地方來的西亞來的 可是呢他不覺得是這個樣子 因為他是覺得我們中國的民族一定會非常的 有自己的文化才對吧 才不需要仰賴西方呢 所以呢他儘管目前考古工作進展到這個跡象 但他不想承認 所以他繼續的心情的挖下去 原來考古這些人類的起源 對於建構自己的民族的史觀 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們不要再看中國 我們去看看日本 在那個時候 日本還是個日本帝國 有一些殖民地 像台灣朝鮮等等地方 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日本他們有發展類似像西方人的那種假說 例如說他們就認為 日本人跟朝鮮人的祖先是同一個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說呢 其實他的目的就是 要合理化自己並吞朝鮮的行為 另外很有趣的是 當琉球王國滅掉之後 並吞為日本的沖繩了嘛 那時候有一個沖繩學之父 叫伊波普夫 發展出一個日流同族論 認為說我們琉球人啊 其實跟日本人是同一個祖先的 這時候就會覺得很弔詭啊 為什麼你琉球人反而要急著去承認說 我跟你日本人是非常親近的呢 那吳瑞仁教授呢就解釋說 這是弱小民族的折衷方案 是益中求同的一個策略 那以上呢我講的全部都是在 基因還沒有很發達研究的這個年代 可是現在呢生物技術的發展呢 已經從非常黑暗的時期 走向光明時期了 所以第二個問題我們要問的是 DNA真的能看出人種的起源嗎 首先我們要澄清一件事情 在生物學的觀念裡面呢 其實沒有人種這件事情 人種是我們像剛剛講到 在一個科學還算是黑暗時代的時候 再加上種族主義的興起 它所發展出來的一個概念 其實它伴隨的是非常多 關於跟歷史啊文化啊政治背景 交織在一起所做的這些分類 其實我們以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啊 我們都是屬於同一款 都叫Homo sapiens 我們還是會很想知道說 我們的起源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那這篇由中研院社會研究所 蔡有岳博士寫的論文 《基因科學與認同政治》 原住民DNA 台灣人起源與生物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 它裡面就清楚的指出喔 人類起源的討論跟認同政治 是脫離不了關係的 直到1990年代 生物技術發展到能夠定序基因的年代了 找出親緣關係之後呢 會顛覆過去我們對我們是炎黃子孫後代的這個想法 像林瑪麗醫生出版 我們留著不同的協議與血型基因的科學政績 揭開台灣各族群紳士之謎 好長的書名 OK 它裡面就指出了85%的台灣人帶有原住民血源 其實林瑪麗實驗呢 它裡面有蠻多爭議的 包含它研究的方法啊 研究的精確度啊 以及它做出來的這些解釋了 但你還得考量那個時代背景的生物技術 肯定沒有現在發展的好 不過我們至少能發現一件事情 在過去的年代啊 通常要研究人類奇緣 我們就只能靠考古啊 或者是神話傳說 或者是一些語言學的研究 可是到了有DNA出現的這個年代之後 就會開始慢慢發現說 原來我們聽過關於祖先從何而來的這些說法呢 似乎都是想像居多 首先帶大家回應一下簡單的生物學小知識 我們人類細胞可以想像成一個非常多功用的收納包 收納包裡面也有非常多不同的收納包 我們會把重要的身份證啊 放在一個錢包裡面 那這個錢包呢 就是我們的細胞盒 裡面收納非常多關於基因的訊息 也就是用來彰顯出你是誰的這個重要的身份 包含DNA RNA還有各種複雜的蛋白質 先來看看關於DNA呢 大致上拆解出23對的訊息 我們暫且稱之23對叫做染色體 那每一對染色體裡面也有非常龐大的大資訊 其中的第23對是負責決定我們的性狀的資訊 男性呢就叫做XY染色體 女性就叫XX染色體 我們只要抽取出Y染色體去分析裡面的訊息 就可以得知說你父系的家族是如何的遺傳 那母系家族要怎麼知道呢 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收納包叫做褻線體 這個褻線體裡面也有DNA喔 代表是你母系遺傳家族的這個身份的DNA 我們叫做褻線體DNA 那人類遺傳學家呢 他就是靠褻線體DNA還有Y染色體 去想辦法追蹤說這個人類的遷移的過程是怎麼樣子 那隨著科技越來越進步 科學家發現啊除了剛剛我說的這兩款之外呢 還有另外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叫做SMP 它其實是DNA裡面隨機的一些圖片的點位 那正因為它有圖片點位 所以我們可以掌握說這些人群之間是如何的交流 把這些圖片點位呢散播到新的地方去 所以這SMP可以幫助人類學家去理解說人群之間是如何的交流 在翠上面瘋傳的那篇研究paper呢 它其實就是在說明說整個東亞地區啊 關於褻線體DNA、Y染色體還有SMP的這些研究呢 大致讓我們了解說整個東亞的人類是如何遷移的 那我大致上整理出這個paper裡面提到的一些遷移的假說 第一個呢是早期南方擴散路線 現代人類是從非洲經由沙烏地阿拉伯的南部呢 沿著印度和東南亞海岸一路到了東亞整個地區 然後還有包含到大洋洲那邊 那台灣也是包含在這裡面的 再來還有另外一個叫做南島羽族擴張 它認為說是從台灣開始是第一站 有菲律賓阿還有印度尼西亞阿還有其他的島嶼 慢慢一個一個跳到大洋洲去渡海這樣慢慢完成這個遷移的 那另外我覺得很有趣的是這個研究還有提到說 關於那個SMP的資訊呢 我們可以推銷說 南方的變異度是高於北方的 這剛好跟那個整個東亞殖民的歷史阿 通常都是由北方到南方的這個動向是可以有關聯的 不過他也會認為說還需要更多證據去佐證這件事情 那講到這邊一二三點之後可能就會覺得說 阿DNA早就把我們都看光光了 那到底人類的起源這件事情呢 我們還有什麼好討論的嗎 不過那個paper阿他也有提醒一點喔 說DNA儘管這個技術已經算蠻發達的 比以前好很多 問題是他還是沒有辦法解釋到所有的事情 例如說我剛剛講的南島羽族的這個假說 說台灣是第一站 但其實這件事情阿在學界裡面還算是有爭議的 因為至今你還沒有辦法有證據確定說 那些人類是如何遷移到這麼遠 甚至到大昂洲還有夏威夷那個地方去 就這件事情他們是如何辦到的 那個年代的航海技術真的能做到這件事情嗎 那為什麼台灣呢這邊看不到那麼先進的航海技術 留下來的遺跡呢 就算被定序出來了 例如說那個SMP的突變點 可是呢你很難保證說這些突變點呢 它真的是發生在非常久以前的年代 人群的交流阿是在這個年代也是非常的頻繁 所以你很難保證說你定到的這個資料 可以保證是非常久以前的遷移的資訊 好到最後面呢來談談我自己的看法 現在的生物技術也只會越來越好 越來越精準 所以我們真的是沒有必要再去靠說 我們是哪一個同樣的祖先同樣的來源 來去強調說我們之間的基盤 我們更多的是靠一些社會阿文化阿這些歷史背景等等的 去形作出到底關於我們是誰的認知 這也就是那個Benedick Anderson 他常常講的這個想像的共同體 最後面我也要分享一下我去紐西蘭旅遊觀光他們的博物館的時候的一個想法 大家都知道紐西蘭以前就是英國的殖民地 那當地的原本是有毛利人 雖然在英國人來之前他們還沒有毛利人這個概念 是英國人來之後他們為了要區別你我 所以他才一些部落決定說合稱為我們叫做毛利人 但要注意的事情不是所有的部落都答應 也有一些部落認為說我不想跟你們跟英國人存在一起我不要 英國人跟毛利人他們簽訂了一個條約叫做唐華伊條約 大致上就是接受英國人來殖民的這個非常重要的條款 但後來呢就發現說原來英國人他們會藉由語言不通的這個問題呢 其實去博學當地的毛利人 所以簽了條約之後等於就賣神賣出去 他們現在已經是一個非常尊重毛利文化的一個狀態 那博物館裡面也會常常介紹到這個唐華伊條約 而且是用一個非常批判的角度直接告訴你說 啊!我們英國人以前真的做了非常錯誤的事情喔這樣子 就沒有要跟你演示 那我覺得比較特別的一個博物館是在島嶼灣 那裡是當初簽訂唐華伊條約的這個地點 當地的那個導覽我真的非常推薦大家一定要參加 不用錢的逛博物館都花門票就去聽 有時候他就會帶你去他們的非常重要的神聖的屋子裡面去 他裡面就會請一個人 我們這群人的酋長代表 白人男性老爺爺來當我們的代表 就真的感覺說 哇!該不會當初簽那個條約的時候的和平歡樂版就會像是這個樣子 帶我們去理解說 喔!你要怎麼從一個外來者的身份 慢慢的想辦法去融入他們當地的文化 去尊重他們的文化 後面也有跟那個導演員稍微小聊一下說 欸!我是從台灣來的 那他一聽到說我從台灣來 馬上就說 欸!他聽過他們那個部落的哪一個長輩 有說到說什麼以前他們的祖先是從台灣來的這件事 當然這個我沒有辦法去考證 我也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只是說這件事讓我印象很深刻 看了紐西蘭他們的這些 看起來蠻和樂融融的這種族群多元的發展 讓我覺得說啊 畢竟他們在某一個契機上已經發展出關於毛利人這個自覺 也許說正因為他們已經統合出一個相對比較沒那麼複雜的群體的狀態 可能相對上處理一些事情也會比較容易 這點是歷史相對更複雜的族群 相對更複雜的台灣很難做到的事情 我們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但也有非常不一樣的考驗在等著我們 以上就是今天的這個這集的分享 關於這個台灣人種的主題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就幫我按讚 分享還有訂閱 那接下來呢 可能我還是會很難定期的更新 不過我會慢慢的以前影片的一些音檔啊 放到我的Podcast平台上面 有時候沒有時間看太多東西的 就歡迎訂閱我的Podcast頻道 在資訊欄會放非常多的平台上面都會上架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喔 我是便當 下次的時間再見囉 掰掰 我會友好 又會分享而且看太多東西 所以呢 那也會有時間到